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说毛泽东如何炮打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就是指着金门防卫司令部 还有就是共军要怎么样突袭金门防卫司令部 我们知道任何一场战争呢 当然这个统帅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灵魂人物就是参谋 就是测定跟拟定这个作战计划的这个参谋 其实是更重要的灵魂人物 那金门炮战共军的这一个灵魂人物 就是制作这个整个作战计划的这个灵魂人物 叫做十一成 这个十一成呢 他是共军福建军区司令部的副参谋长 这个十副参谋长 他就是金门作战的整个计划的 计划的这个灵魂的一个人 那十一成呢 他曾经打过一场仗 这一场仗呢 其实是让他刻骨铭心 他打哪一场仗呢 就是要打这个山东举县 那谈到这个举啊 我们晓得这一个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啊 就是1950年代啊 这个蒋介石在金门的太武山 曾经写了四个字 后来刻在石头上 就是无妄再举 这个无妄再举这个四个字啊 本来是蒋介石要鼓励 勉励这一个国军的这个将士啊 要效法填丹复国的这个精神 要光复所谓光复大陆 那其实呢 为什么十一成这个跟无妄再举 有关系呢 因为他以前打山东举县的时候呢 是打的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战争 所以举县对他来说 对他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所以呢 无妄再举 放在这一个十一成的身上 可以说是一点都 非常的这个切乎他本身的 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心境 那1944年的时候啊 这一个十一成啊 他是担任八路军的一个指挥官 那他带了两个团的这个部队啊 他要去打山东的举县 那山东举县当时是被日军盘踞 日军多少人守在这个举县呢 其实只有140几个人 再加上一些伪军啊 就是汉奸的这个部队啊 大概总共加起来 大概就两三百人的这个部队啊 在这个举县啊 盘踞 那这一个十一成呢 他带了将近两千 两千人的部队 大概两个团 多一点点的这个部队 要去打这个举县 在兵力上可以说 这个八路军啊 可以说是绝对优势 但是呢 非常奇怪的就是说 他打了十天 打一个小小的这个 山东的举县的县城啊 才把他打下来 而且呢 这一个八路军可以说 前仆后继啊 伤亡非常的惨重 因为这个举县的防御公司啊 做得非常的这个好 而且日军的火力很强 那这一个打下了举县之后啊 这个十一成就觉得很奇怪 他要看看这个举县的县城里面啊 这个到底他的防御公司啊 有多坚强 他进了举县县城之后 他发现啊 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 这个相关的一些作战计划 是做得很不 很不周到 为什么说不周到呢 因为他看了这一个举县的 他的这个防御公司 是两个非常坚固的炮楼 两个非常坚固的炮楼 那这个日本人建的建筑物啊 有个特色就是非常的坚固 那这个炮楼的墙壁啊 最厚的地方大概有两公尺七 就是2.7公尺这么厚 那换句话说 这个炮楼是非常坚固的 那相关的一些设施啊 包括一些护墙 包括一些低的堡垒 那可以说呢 建了一个固落金汤的一个防御公司 但是这一个十一城先生啊 他看到这一个炮楼里面 他还是有他的弱点 这个弱点就是有七个射击孔 就是这个堡垒 他的这一个炮楼里面啊 有七个射击孔 那分别要来架设这个重击枪 来打这个八路军啊 从这一个射击孔里面 放的这个这个重击枪 要来打外面这个 又攻打他的这个八路军 那其实十一城就心里面想 其实如果他能够详细的做观察的话 那他知道有七个射击孔的话 当初可以集中火力 把这一个这个日军的 这一个重击枪的射击孔呢 火力质押住 质押住之后呢 再派这一个突击队 去把这个举线攻下来 那换句话说 他事前的工作做得不周到 所以呢造成这一个 部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伤亡 虽然呢拿下了举线 但是可以说是产胜 那这一场仗呢 给十一城很大的一个启示 那他耳后打任何一场仗 他事前呢都会做一个非常 周密的计划 那当然就是说要详细的做侦查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 就是说金门炮战 这一场战争 他得到命令就是十一城 受命要担任这一个福建军区 司令部的这个副参谋长之后 他知道他要计划 这个整个这个金门作战的 相关的一个规划 他要做参谋作业 那他呢就非常仔细的去设想 那所以呢他就到金门当面 对岸的这个厦门岛 厦门岛上面有一个这个云顶岩 那这个云顶岩呢可以说是观察金门 最好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厦门的算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地点 他在西门的这个西面 在金门的这个西面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观测 观测这一个金门最理想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云顶岩 这个云顶岩 那这个云顶岩呢 可以鸟看大部分的这个金门的地方 金门除了太武山比他高以外 其他的地方他都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呢他在云顶岩做的一件 第一步事情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标示 把这个金门的营区 重要的一些军事据点 包括仓库 机场 码头 通信 交通枢纽 炮兵阵地 雷达站 所有零零种种的一些重要的据点 都在这一个军事地图上 把它标示出来 都把它标示出来 那这个是第一步工作 那第二步工作呢 就是要确认金防部跟金防部的 指挥坑道的所在位置 换句话说 他要炮打司令部的话 一定要标示出来 这个金防部的所在的一个确切位置 那我们晓得啊 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那金门的这个太武山 还有金防部 它是位在太武山的一个侧面 换句话说 从大陆这个山面 任何一点要去观测 这个金防部的位置的话 都是死角 都看不到这个金防部的确切位置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一个十一层呢 他就做了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当时呢 刚好有三位这个 这个国民政府派去的特务 被共产党抓到了 那这个三个特务被抓到之后呢 十一层就把他们分别的隔离 然后在征讯室里面 这个桌上铺了一张军事地图 就是金门的军事地图 要这三个特务去讲 就是金防部的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 那这三个特务呢 就分别每一个都去点这一个 就在军事地图上点出了 这一个金防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点出来之后 那再去查证 这三个特务通通不约而同 是点在同一个地方 同时呢 这一个把相关的这一个 相关的这一个 其他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指挥坑道 还有就是说金防部的距离位置 坑道外面的这个辅助设施 胡联的活动规律 还有所有这些重要的 金防部相关的这些点 那这些特务都口供 都供出来了 那换句话说 从这三个特务的身上 得到了最具体的 最正确的情报 那这个部分呢 得到情报之后 在接下来第三步的工作 就是要标定 大陆从这一个大陆的云顶沿 来标定这一个 这一个北泰武山的 这一个具体的位置 那我们晓得啊 这个北泰武山啊 它从这一个大陆看过去啊 它有两个凹处 两个山头 两个山头中间 有一个凹的地方 就是在泰武山啊 两个山头当中 一个凹陷的地方 那刚好有几棵树 那就从云顶沿 望这棵树 看过去 它的变成一个 就是说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 然后从这几棵树 往下 成50度到65度角的这个山坡下去 大概300米到400米的地方 坡度稍微偏西一点的地方 就判断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金房部的坑道口 金房部的坑道口标出来之后 然后垂直距离下去的200米的地方 有一个篮球场 然后再往前面 大概200到300米的地方 就是翠谷水上餐厅 那就是翠谷水上餐厅呢 就是金房部长官在聚餐 还有重要的这个娱乐的一个场所 那同时呢 从这个三位 刚刚讲从三位这个特务的身上呢 做出了一些口供 就是把金房部 当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一些作息的时间 比如说下午5点钟开饭 5点半 这一个长官吃完饭之后 必定会走出坑道口 在附近散步聊天 那阿兵哥呢 跟一些人就在这一个篮球场打篮球 那这个第三步 可以说是完成了 第四步 十一层 这个参谋长 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算出 这一个涉及到太武山 金房部这个炮的租源 所谓租源呢 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涉及的数据 要涉及 要测出一个涉及的数据 但是呢 他不能朝真正的太武山去打 那如果朝金门的太武山去打 那国军就会发现 他们的目的跟 他们的真正的用心所在 所以他们不能朝金门去做测试 那必须在福建的山区啊 找一座 跟北太武山 相仿 高度相仿 坡度斜度相仿的一座山 那在福建山区 在福建地区啊 是有很多类似的山 那找一座跟北太武山 几乎一模一样的山 来做测试 然后呢 在这个山的正面 山的前面 就拖了好几门 这个152 加流炮 共军的这个炮火的 这个口径是152的 这个加流炮 拖这几门炮呢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模拟射击 做一些模拟射击 实际上 就是按照实战的这个距离啊 一发一发的打 大概打了两天 打了两天 比如说这一发打出去 这个是错的 但是呢 它是在模拟北太武山的这一面 它用那个石灰啊 标出一个区域 比如说画一个大圆圈 这个大圆圈就是模拟的 金房部的所在位置 那所以呢 它就每一门炮都打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地点打 打到最后的时候 击中这个石灰的 这个圈的这个地方 就是击中了 模拟当中的金房部 那换句话说 这个红色的这个线条的 这个炮的角度 还有位置 各方面的这个数据 都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这一个租源 就把它这个可以说是 求出了这个炮的这个租源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候呢 相关的计划 十一层呢 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计划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只差 这一个毛泽东的 下达发炮的命令 那据这个十一层的这个口述啊 它是怎么讲的呢 发炮当天啊 它在这个云顶岩的观测所 它在云顶岩的这个观测所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 炮击当天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地 它的周围啊 就是十一层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周围啊 里面有十几部电话机 那它其中有一部电话机呢 是跟北京的这一个总参作战部 北京总参的这个作战部长 叫王上荣 跟王上荣之间有一个 这个加密电话 就是保密电话 从8月23号的下午 这个三点钟就开始通保密电话 那这个十一层啊 因为非常的焦虑 就问了好多次 这个王上荣 就是北京的作战部长 就问了他好多次 这个毛主席究竟下达命令没有 问了次数太多了 所以王上荣呢 被他问急了 就这个回答他说 你不要再催命了 好像是黑白无常在催命 你不要再催命了 你这个我比你还要急 只要这个主席下达命令 我会立刻通知你 于是乎呢 就在下午的这一个5点20分 这个王上荣来了保密电话 通知这个十一层呢 这个毛泽东已经下了命令 准备准时在5点30分开炮 那共军那个时候的5点30分啊 跟国军方面的时间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军当时啊 我们台湾啊 是实施日光节约时间 所以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手表都是往前调一个小时 所以所谓的共军的5点半 其实就是台军的 这个6点半的这个时间 总而言之 到了5点27分左右啊 这个十一层呢 就向所有的共军炮阵地 发出命令 什么命令呢 装填炮弹 装填炮弹的命令 这个时候20秒钟以后 所有的共军 本来这一个加了这个掩体 或者是加了掩护网的这个炮 加了这个伪装网的这个炮 全部把伪装网卸掉 然后呢 把炮身摇起来 同时呢 装填手将第一发炮 这个填到这个炮堂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炮栓关起来 那瞄准手呢 就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这个朱元 算出来的涉及数据 把它调整好 有的是瞄准其他的这个 重要的据点 其中有很多 就是要瞄准这个金防部 那到了17点30分 就是下午5点半的时候 就发出命令 那当时共军啊 发炮的是用代号 什么代号呢 第一个代号就是 第一波炮弹射出去的代号 是台风 就是台风 就是第一波炮袭的 这个代号 那持续发了15分钟的炮 持续发了15分钟的炮 那其中呢 这个当然总共的这个炮火呢 一共有459门炮 当中有72门大炮 发了6000发炮弹 全部是指向这个金防部 全部是指向金防部 第二波炮叫做暴雨 台风过后就是暴雨 暴雨持续5分钟 重点是为了质押 这个反击的这个国军火炮 第三波呢 是在下午的7点35分 每发炮打4发 每发炮打4发 根据这个共军单方面的统计啊 前两波就是台风加暴雨 459门炮 总共击发了3万多发炮弹 那有6就相当于啊 600吨的钢铁 掉在这个金门的各个据点 那国军方面啊 首先反击的这个炮兵阵地啊 是营长鲁凤山下的命令 因为在炮战之前 金防部下了一道命令 没有任何的这个金防部的指示 不得开炮 但是鲁凤山鲁营长 他觉得降在外 游兵这个军命有所不受 更何况这一个 共军的这个炮火啊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打来 这个时候再也不管命令不命令了 这个鲁凤山就首先发炮 他在8月23号就是 台湾的这个时间6点35分 就是炮击之后 5分钟之后就立刻回报 回这个可以说是回击 换句话说这个国军啊 也让这个共军啊知道 他们不是省油的灯 那所以对围头 还有这个连灯的地区的 这个共军的这个炮阵地啊 反击 那当然这一个国军跟共军 在一来一往之间 这个美国方面也非常的这个紧张的 在注视的这一场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 金门危机 那在1958年的8月25号 这一个美国总统爱生豪主持的这个白宫会议里面呢 批准了美国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啊 这个朝礼的电报 这个电报一共两份 一份正本是给这个太平洋美军司令 那这个副本呢是给这个美军台湾协防司令部 那这个电报的重点有三个主要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预判中共将持续这个攻击外岛 那这个部分呢 美军方面呢 他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呢 所做的回应是 第一个要加强美军的防空能力 第二个如果有必要 要从美国本土增援台湾的防空力量 第三点就是要 如果有必要要扩充第七舰队的这个兵力 第四个就是已经命令中途导航空母舰 从珍珠港往台湾进发 那第五点就是说 如果中共大举进犯外岛的话 将启动协防机制 攻击中共的沿海的这个空军基地 第六点 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美军决定在初期 就是共军发动战争的初期呢 仅仅使用传统武器 但是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战争扩大的话 将对中共的内陆地区 去施行核子攻击 就是用原子弹来攻击 那同时呢第二大 这个电报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已经命令这一个战略空军司令部 就是SAC啊 这个所属的 B-47轰炸机15架 这个B-47轰炸机当时是可以 携带核子武器的已经在关岛待命 这个15架这个战略轰炸机已经在关岛待命 随时可以对这一个采取核子攻击 那第三点呢 美军已经采取以下的行动 第一个行动就是陆军啊 美国陆军已经奉命迅速提供相关的现代化装备 给金门外岛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 这个暗示八寸炮跟两四栋炮正在预备当中 第二个就是要派遣一支这一个胜利女神防空飞弹 要赶赴台湾 第三个就是要派遣三艘这个战车登陆舰LST到台湾去 在发两份电报的同时呢 当然也给了这个台湾当局呢 一份电报 但是这一份给国民政府的这个电报呢 隐晦了 就是这一个故意隐瞒了三件事情 就是没有在这个电报里面提出来 哪三件事情没有告诉台湾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美国将对外岛的运捕船只护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美国将会派B-47轰炸机 准备随时对中国大陆重要的军事据点 这个提出所谓的这个原子攻击核子攻击 这一点没有告诉台湾 第三点就是没有告诉台湾的是 一旦大陆大举进犯外岛的话 美军将进行协防 包括攻击中共的这一个沿海的这个空军的基地 那其实呢 任何的国际的场合都是没有实力 就没有发言权 因为我们晓得啊 在1958年的时候啊 这个1958年的8月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子武器 当然第一个是美国 美国在1958年的时候据统计已经拥有核子武器两万件 在1958年同时这个苏联呢拥有核子武器呢 大概有一万件 那第三个拥有核子核子武器的国家就是英国 但是它的数量远不及美国跟苏联 所以我们在1958年之后